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引爆我們香港第五波疫情 全港首宗Omicron的病毒輸入個案 兩名國泰空少案件在昨日開審 亦被法官裁定是表證成立 但在庭上他們竟然爆出了一個驚天大秘密 牽涉到原來國泰對於機組人員的防疫隔離指引 和政府的完全不同 甚至其中一名空少在法庭上自辯辯斥時 理由是當時國泰跟他們說 他們是可以外出用線 甚至是接小朋友到處都沒有問題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假如事件屬實 國泰必須出來交代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要討論昨日的一宗悲劇 一名17歲的中五男學生 在大廈天台玩極限運動飛躍道的時候 意外墮樓身亡 這件事令我們反思一個問題 到底現在我們應不應該禁止這類型的極限運動 而且政府有甚麼措施去阻止悲劇發生 而且這次事件牽涉到一些堂樓或舊式大廈的天台 政府應不應該加強監管 不監管會引發甚麼問題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第一件事要說 就要說說引爆我們香港第五波疫情 導致數百人死亡 過萬人 過百萬人感染Omicron的元兇 兩位國泰空中服務員 老實說 就算有沒有他們 Omicron可能會隨時流入香港 也隨時引爆社區爆發 但是這兩位國泰空中服務員 當時沒有遵守政府的防疫規定 假如他們真的遵守了 未必會引起社會的公憤 但是正正因為他們沒有遵守政府規定的防疫限制 加上當時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原來國泰的機師空姐空少 是可以透過 客機去貨機反這招漏洞去逃避 這個檢疫的程序 所以這次事件 大家可能會很生氣國泰那兩個空少 但是我看完昨天的判刑 我更生氣國泰 怎麼說呢 國泰這兩名空少的案件在昨天開審 他們講述的案情是說 他們在美國回香港後沒有遵守防疫規定 然後其中一人就涉及到又一城的望月樓吃午餐 其後他們兩名空少都被確診為Omicron變種病毒 而且他們也引爆了望月樓群組 也成功引爆了香港第五波疫情 而他們早前承認了一項 作為一個須遵從醫學監測規定的人 而沒有遵從遵照衛生主任所指明的條件罪 這條罪的名字比較長 簡單來說也就是說沒有遵守防疫規定 而同時間他們雖然認罪 但他們表示他們當時真心相信 他們的行為是必要的活動 以及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沒有辦法的 而裁判官所以因此拒絕接納他們的認罪規定 也就是說你原先想認罪 現在就因為你說了幾句 說你自己覺得自己沒有犯法 就拒絕他去認罪 這個案件在昨天在東區法院開審 案情說到他們兩個被告在警戒下 分別出去外面用膳和買東西吃 這兩名被告都要和大家說一說他們的名字 一個叫黃日龍 另一個叫劉樂雲 他們兩個現時都是保清無業 因為他們被國泰炒了 而案情指 姓黃那位在2021年12月25日 即聖誕節那天 就是沒有遵從衛生主任在同月24日 即是前一日平安夜那一日 和他發出的醫學監測通知書中 所定名的條件進行自我隔離 而這個姓劉的 就是在聖誕節那天和在27日那一日 是沒有遵從他在25日當日所發出的隔離令 直指他們分別在24日和25日回到香港 理應他們要遵守21日的家居隔離條件 除了前三天他需要進行核酸檢測 可以外出求診或檢測之外 他不可以離開家居 但第二被告姓劉的 他回到香港幾個小時後 立即約了姓黃的第一被告 去他的家居 而姓黃這位人兄 立即離開住所搭地鐵和的士 去到姓劉的在屯門的家居 兩個人逗留了40分鐘後 第二被告姓劉的還要陪同姓黃那位 就是去到樓下等巴士 然後姓劉的還要去屯門中央廣場拿這個速遞 之後才回家 而姓劉的之後他有做檢測 但他在核酸檢測結果還未出來之前 他已經去到有一成的Apple Store去買東西 然後又和他父母和女性朋友去到望月樓用膳 後來他們兩個相繼確診 一同在康復後被拘捕了 而姓黃那個在警戒下 他說他原來不知道他抵港後 頭三天是不可以離開處所的 亦是他不知道他未來21天的家居隔離 也是不可以離開處所的 為何他會無緣無故說不知道 這很明顯李英常人都知道 否則是甚麼是隔離 如果被你離開處所 那你怎會叫隔離 原來他就說 因為他收到國泰的指引 國泰的指引是容許他們外出購買食物 探訪親友 而另外姓劉的那個亦都狡辯 他說衛生署的人員當天在機場 沒有和他詳細解釋醫學監測通知書 正是提醒他每天要量體溫和定期做檢測 而姓劉的那個又在企圖打溫情牌 甚至說他當時是因為他父親急需要一部新手機 而姓劉的那個需要親自去Apple Store 用身份證去拿這個手機 所以他才會那天和他父親一起吃飯 而另外根據國泰 我們沒有信件在此 因為在法庭上記者暴露出來 根據國泰發比姓劉那位空少的郵件 顯示機組人員並不受禁於當局已經規管的活動 可以在食肆用膳 接送兒童 到朋友家作探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亦有機會是這個案件的因素 如果這個信件中所說的國泰的指引是當真的話 這樣這兩名空少有機會脫罪 而國泰有機會是違法 甚至國泰必須要出來向我們全香港市民交代 為何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 我們已經知道外面有一種病毒 叫做新冠Omicron版本 傳染力極高 多國淪陷的情況下 他容許他的機組人員客機去課機反 還要出張和當局的指引是完全違反的指引 假如這個指引是屬實的話 也就是說國泰自把自為 拿我們香港人的生命來教費 事後還要死不承認 炒了那兩名空少 如果說到這裏的話 那我就覺得那兩名空少被人炒就炒得不值 因為他們原來是遵守公司的指引 先不論法例的指引是怎樣 法例上這兩名空少就很明顯沒有腦 他們連這樣也不知道 即是隔離期間不離開 他膽敢說出來 這可能是辯護理由 他不會不知道 但如果他作為一個員工的角度 公司的規定是這樣 可能客機去課機反 都已經談好可以做到 雖然說發出隔離令 但公司的規定指引說明我可以出去 可能他跟政府談好 這個絕對會令到他們的員工有這個幻覺 或者錯覺 所以國泰的指引成為了這件案件的關鍵 甚至如果這張指引熟實的話 國泰牽涉到的可能是刑事法例 甚至要調查一下 到底國泰這個指引是誰給他權負寫這個指引 是不是上屆政府 是不是上屆政府有些人和國泰談好了 原來可以客機去課機反 然後規定要發出隔離令給你 但你們公司自己監察 總之我批准你出去吃飯 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這牽涉的層面就更加大 我相信國泰和政府必須出來回應 當然不關李家超政府事 這件事是林鄭政府 但我認為政府在這件事上 有機會是要和市民解釋 到底為何國泰會有這張指引 或者如果不是政府容許 政府在國泰這件事必須要調查清楚 這張指引是不是國泰發出來 他的指引是否真的這樣寫 他這樣寫的話 這裡牽涉到的是國泰單方面的違法 還是和上屆政府出現了 在溝通上有甚麼問題導致出現這個指引 而國泰那邊更加應該出來和全香港市民道歉 是因為他出了這些指引 明知道周圍飛的機組人員絕對是有危險 有隱憂 但他們選擇了寧願令其空姐空少工作得舒服 而拋棄了我們全香港市民的福利 拋棄了我們全香港市民的生命 如果是真的具實的話 我們第五波疫情 所過身的任何人一條命 都應該要進入國泰塑 這件事我很生氣 我看完這新聞 我看到他講這個指引的時候 我生氣得飛氣 我認為這件事政府必須要徹查到底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講講你自己對於這件事的頭髮 你認為是哪一方面出了的問題 講完這件事 我想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一個悲劇事件 相信昨天大家在新聞上也看到 尖沙咀有一名17歲的中午男生 在天台玩極限運動 堕楼身亡 據新聞指 在昨天下午3時多 警方在接獲一名樂道36至50號華園大廈低層住戶報警 說有一名男子從高處墮下 倒臥在大廈平台對出 驗驗日式 救護員來到後 正式certify 宣布他過了身 送院都沒有 直接剋箱車走 而蕭息指 這名17歲中午的學生 早前和幾個朋友在天台玩極限運動 他們的所謂行內人 直稱飛躍道 這些飛躍道是在天台和天台之間跳來跳去 而且有些玩到連續跳幾個天台 或者是不去坐跑地 直接跳過去 當然這個運動是十分刺激的 但我個人認為這不應該叫做運動 這不應該叫做所謂的極限運動 這是我認為名字改錯了 令別人有一種錯覺以為這是安全的運動 其實這是危險的動作 所謂的極限運動其實在十多二十年前已經在外國很流行 有些甚至會在斜坡上或斜坡下爬上去 跳來跳去 在外國也不少 甚至有些玩到會去一些很高的大廈 可能是八十樓或一百樓爬上去 然後在那邊走那些最邊邊位的斜坡 這些全部都是很危險的 一個不覺意就會掉下去 這樣就失敗了 但今次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我認為有幾點是必須引起大家關注的 首先第一點 這次所謂的極限運動 其實政府應不應該批准市民繼續玩這件事 老實說 就算你說地盤工人 他們在工作期間也要帶安全帶 安全繩 以確保自己的工作環境安全 在運動期間 有些運動也規定要做一些防護措施 對於這些所謂的極限運動 其實是沒有指引或條例或條文去規定 他要做什麼防護措施 要怎樣的情況下才可以做 而且每一個所謂的極限運動都很危險 跳在天台上跳來跳去 我認為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去規管這類型相關的所謂的 我不知道可否當作是新興運動 其實他不叫做運動 這些危險動作是否要規管一下 而第二件事是說今次這幾個年青人 他們是去到尖沙咀一些唐樓的天台上跳的 而這些唐樓的天台可以說是沒有旺管 而這個正正也是政府 我想新一屆政府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在解決房屋問題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也要解決 首先香港在尤沾旺區域特別多這些唐樓 我們做社區有時候會叫他們三毛三不管的唐樓 不是以前九龍城寨那些三不管 不是警察不管 政府不管 黑社會不管 而是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管 政府不管 和市民業主都不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大廈 很多單位可能已經棄置了 有些人過世 所以業權方面很難處理 然後有些業務過世所以給不了管理費 管理公司的業主立案法團又開不了會 甚至成立不了業主立案法團 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而且大家有時就算有業主立案法團也好 例如一個大廈有二十戶 當中有五戶過世 沒人管理的 然後只有十五戶出來 就算你說要維修 整個電梯 請保安 對於十五戶的人來說 可能他們會覺得不公平 因為還有五戶不用付錢 但整個就為五戶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很多時候這些大廈變成三不管的情況 而這次尖沙咀的唐樓同樣也是三不管的大廈 而天台是任開放給年青人上去 他喜歡跳樓也可以 玩極限運動也可以 他喜歡怎樣飛來飛去也可以 他喜歡浪衫也可以 打球也可以 這些其實存在危險性 先不論他會不會人們自殺選擇在那個位置 但在那些位置 例如有盜竊 例如防疫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登記好他們的住戶資料 這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特別在第五波疫情出來之後 我們深深感受到 就是現在我們香港和內地最大的分別 在防疫政策分別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準確地掌握到每一戶住多少人 甚至政府的強制檢測公告 也需要突擊到那棟大廈下面 然後檢查人們出入入有沒有做強檢 才可以找到那些人 我認為屋宇署也好 房署也好 其實他們應該要針對著這個問題 包括三毛大廈 包括實名的住戶 即所謂的戶籍資料 應該要開始進行 我們香港要解決劏房問題 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我們要解決很多社會的問題 這個戶籍是必須有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單位住多少人 這個單位住多少人 現在的人是住在哪裏 人口分佈是怎樣 而不是每次都是靠統計處 然後找人上門拍門 這個拍不到就去下一戶 然後就沒有數據沒有資料 這樣是不行的 我認為這是很難的 這是很難的 需要大家的合作 需要大家的協力 亦都包括需要我們做社區的人一起幫忙做 接下來政府會推出18區 都有一些特別的支援小隊 會聯同地區的人士一起幫每一個地區工作 細化 由政府牽頭 這個將會有助每一個區的建設 我想跟區議員那些差不多 但接下來有機會廢除區議員 我遲些再和大家說 這個我自己也不敢肯定 但消息就有 政府好像有意廢除區議會 也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區議會那件事我遲些會再和大家說過兩天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右下角 訂閱和開啟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會跟各位分享 這個影片 我會開啟鈴噹 在這邊 我會做個探 messenger 你不會開啟鈴噹 我會開啟鈴噹 我們可能會去開啟鈴噹